不只有吃美食便便宜了 现在到日本投资 智产等于也打了七五折 只有日本的房仲业者 看准这个商机 现在甚至是直接来台 要来推销新建案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以东京进都新区来说 其实平均每平 还是要90到110万 其实也不是那么便宜 日币狂扁 看好台湾人 封日本智产房仲 直接到国内推销日本新建案 投资客跨海抢好康 因为日币今年初 一美元换95元日币 但现在可以换到117元 便幅25% 等于现在房价打七五折 让许多投资客出走 投资客地点主要在日本的港区 等同于台北的新义大安区 还有新宿中央等进都新区段 平均一平90到110万台币 以18到20平的套房来说 总价6000万日币 年初买价格1800万 11月只要1560万 最高达到七五折 新城屋的投资率 大概是在4%左右 那中古屋的投资率 大概是5到6% 房仲成价户数也开红盘 日本新义房屋成价户数 350户 台湾房屋120户 全国不动产30户 外资的投资金额从Q1的1000亿 到Q2的突破1500亿 但旅日作家刘璃儿 偷文警告 请你三思 日本公布的数据月底 在空屋数高达820万户 空屋率高达13.5% 2020年会达到40% 专家认为日币仍有贬值趋势 现在进场买房 时机可能较不好 加上文化差异也有关系 台湾人喜欢买高楼层 可是日本人不喜欢买高楼层 所以你要想是以后转售的时候 房子男租房价恐再跌 投资客想要靠日币贬值 饶意币恐怕还要多思考思考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